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说 他不拯救天使 只救罢亚巴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里你看见的 同样是受造的 非常荣耀的 非常尊贵的火物 那么天使跟人被造的位分 哪一个更高呢 你们回答 天使被造的位分 跟人被造的位分 哪一个更高呢 天使更高 因为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你记得吗 所以天使原来是比被造人 被造的人的位分是更高的 所以耶稣来做人的时候 是比天使更低 所以天使元是最高的 在受造之后 高过一切被造能见见的火物 所谓能见见 就是有物质范围所限制的 叫做能见见 而天使被造的时候 他高过这一些 他甚至连物质的限制都没有 因为他是被造在纯灵里面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他并不救罢天使 乃至救罢亚巴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些圣经就变得有很多特性的重要性 也很吸引我们深入思想 为什么他不救罢天使 为什么他救罢亚巴拉罕的后裔呢 如果天使比人更高 而没有救恩 人比天使更低而有救恩 岂不显明这更是神的主权吗 岂不显明这更是神的智慧吗 岂不显明我们领受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吗 因为比我们更高的天使竟然没有得到救赎的可能 而比天使更低的人竟然有得到被救赎的可能 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 我们要常常感谢上帝